桌上有一只很可爱的喝水鸟 不停地重复着喝水的动作 喝水鸟的原理非常的简单 在喝水鸟的身体里面有乙迷的液体 乙迷是一种非常容易挥发的液体 所以在喝水鸟的身体里面充满了乙迷的蒸汽 根据气体动力论 气体的压力与温度有关 温度越高 气体的压力越大 我们将喝水鸟的头部浸在水中一会儿 喝水鸟的头部便会开始散热 因此头部的温度就会比较低 所以喝水鸟头部的气体的压力就会降低 头部的气体压力会比底部的气体压力要低 因此压力的差就可以把饮迷液体向上推 使得饮迷液体沿着喝水鸟的身体向上爬 当重心移到喝水鸟的头部的时候 喝水鸟就可以低下头去喝水 当喝水鸟低下头去喝水的时候 泥迷又会流回到喝水鸟的底部 所以喝水鸟又会抬起头来 如此便可重复地做着喝水的动作 我手上有一个小瓶子 小瓶子里面装了红色的液体 这个红色液体也是饮迷 有人把这个小瓶子叫做爱情温度计 我们怎么样测量爱情的温度呢 我们把这个小瓶子放在我的手掌心 红色的饮迷便可快速地向上爬上去 爱情温度计的原理和喝水鸟的原理是相同的 因为瓶子里面装了银泥 所以瓶子里面充满了银泥的蒸汽 当我把瓶子放在我的手掌心的时候 瓶子底部温度就会上升 因此瓶子底部的气压就会上升 底部的气压会比顶端的气压要高 所以压力差就可以把瓶泥的液体向上推 使得瓶泥的液体向上爬 这就是爱情温度计的原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